我们来看一下力图的画法 我们这个单元在学净利平衡 那净利平衡最主要的条件当然就是合力等于0 在数学上的话我们就只是讨论合力等于0这件事情 那顶多我们再分出什么 我们再把它分成水平方向向左要等于向右 水平方向合力要为0 那还有Y方向合力要为0 数学式写起来都很简单 但在这一张的重点就是力图到底我们会不会画 如果说力图不会画的话 你的方向画错长短也不太正确的话 对你在解题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通常来讲对一个题目来讲 我们要画力图的话步骤大概是这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你要分析谁 第一个是先确定预分析的受力体 那在题目当中它通常会有几种元素 会有天花板或地板 或者会有棍子物体或球 还有绳子弹簧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你就要选定选好对的东西来做分析 那通常的话 通常我们分析的就是会移动的那个物体 比如说球或棍子之类 那绝对不会有人去分析天花板或者是地板 OK 那再来这边要提醒同学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的时候它题目里面可能会有好几个物体 比如说两颗球或两个木块这样子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每次要处理或者每次要画力图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一个来分析 那如果说第二个小题你要分析 假设今天有A球跟B球 那第二小题你想要分析B球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应该另外再画一张图 那再去分析B球 那把力量给画出来 要不然在这里面会有可能会有接触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啊 那你都画在同一张图上面的时候 它就容易会让你比较混乱 好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是先确定预分析的受力体 那第二个步骤是 只要有接触就一定会有接触力 那我们现在学了几个接触力 弹力 张力 正向力 摩擦力 好 那你要画这几个力量的时候呢 当然首先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各个力量它的性质嘛 对不对 好像弹力 什么时候它会往外弹 什么时候它会往回缩 这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那还有张力正向力跟摩擦力的 各个性质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说明过了 那我们之后会用习体来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复习 好那第三个步骤是 另外的就是重力 假设今天我也有一颗球放在地面上 那地面会给它正向力 那再来自己还有重力 对不对 所以基本的三个步骤就是 一先确定你要分析谁 那二有接触就会有力量 那三另外的就是重力 那第四步就是进入解题 那解题我们在下个单元会再讨论到 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我有个物体 透过绳子绑在天花板下面 好吧那我要分析谁来照这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选择 假设我选择这颗球来分析 那这边跟绳子接触 好这边跟绳子接触 那是不是应该有接触力 那应该有张力 那张力的特性是什么 张力必离预分析的受力体 切线方向而去嘛 好所以这一点 会有张力这样子离它而去 那再来就没有其他接触力了 你不要说天花板有 因为今天我选的是这颗球分析 它就只有一个接触点 所以就只会有一个接触力 再来例外的是什么 自己的重量 好如果它自己重量是10公斤重 那这个张力当然就是10公斤重 OK 好那么再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今天这里有一颗球 用一条绳子绑在墙壁边缘上 好吧那一样 第一个步骤 先选定你要分析的受力体 分析谁 不会有人分析墙壁 也没有人在分析绳子 因为今天绳子不计质量 对不对 好那我今天来分析这颗球 来接触点再来 这里有接触点一个 这里有接触点一个 好那没了 OK所以我会有几个力量呢 一个接触点一个力量 那这里是绳子 绳子的张力嘛 张力一定是 离预分析的受力体 切线方向而去 这是张力 好再来还有什么 正向力跟墙壁接触 所以墙壁会给一个正向力这样子 那正向力是不是一定垂直于接触面 对不对所以会垂直于墙壁这样子 好会垂直于墙壁这样子指出来 这里会有个正向力 好那最后呢 力外的有什么 重力嘛 自己本身的重量 好所以这颗球的重量 当然从他自己的球星 划下来 重量向下是W OK所以这张图的力图 我们就可以画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那只是说 我们在讨论力量的时候 因为力量是向量 那我们为了让力图比较好处理 所以习惯上 我们会把这个正向力稍微移动一下 OK稍微移动一下 我们重画 这颗球的重量 来这颗球的重量 从这边往下画对不对 自己有重量 那正向力呢 正向力 虽然说应该从墙壁指出来 不过因为力量是向量 是可以随便我平移的 所以我们习惯上 会把正向力平移过来 让它也是从球星出发 那你说那张力呢 张力也一样 张力我们也会把它平移 平移到这边 让它从球星出发 因为力量是向量 可以任我们平移 OK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想办法让这三个力量 是从同一个点出发的话 数学上会比较好处理 那在接下来的三个单元 我们会在后续会再讨论到 还是可以 했 ningún 您做一张 我也想两个 Natural 内观 我们